经济部长王美华这次率领台湾企业团与美方企业交流成果丰硕 双方企业出席加速从原先预计的四五十家最后来到将近八十家 显示台美双方对产业合作有高度兴趣 有包括半导体 有包括电动车 有包括5G等等 实地的交流的反应非常好 甚至都有提到说这样的交流之后要回访台湾 可以进一步再借由回访确实来促进更多的商机 13号王美华也与美方在华府召开台美科技贸易 及投资合作架构首场实体会议 见证台美企业签署奇想合作备忘录 领域横跨在世能源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 最重要是签了之后明年就要来验收相关的成果 甚至明年还可以再增加更多的新的合作的一个关系 接下来王美华将转往半导体重镇矽谷 预计拜访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厂商 应用材料公司等企业 如果这些潜在的可能的投资跟这个订单 能够能够实现的话 那明天的这个投资的部分大概有100亿 那订单的部分呢 我们大概抓起来订单跟投资这样子 可能可以有300亿 王美华也再次强调 如果台湾半导体无法供应全世界 将影响全球经济 包括美国在内 中国经济也将重伤 反之如果台海稳定 台湾半导体继续运作 将有利全世界经济发展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麒麟综合报导 那这个